淡水区农会在今年荣获堪称金融界奥斯卡的台湾结束金融业务金业奖 第九届最佳农业金融奖的特优 农会就表示今年以启动无限创意再创淡水风华为主题 一块去了解 淡水区农会过去除了努力推广淡水的农产行销 每年更会举办相当知名的大南瓜比赛 而在今年底淡水农会更荣获堪称金融界的奥斯卡 台湾结束金融业务金业奖 第九届最佳农业金融业务特优 而农会总干事表示 今年以启动无限创意再创淡水风华为主题 在所有礼坚旭农会同仁的努力之下 才得到这项殊荣 我们以启动无限创意再创淡水风华 这样一个slogan的为主题 获得我们的一个最佳农业金融奖的特优奖 那这个奖得来事实非常的不容易 那我们感谢非常感谢我们的礼坚事会 对农会的支持 严工的大家一起的努力才获得这个奖 总干事表示在这奖项当中 评比项目有营运绩效与创新 资产品质风险管理 以及农业发展特色贡献 而淡水农会以五大亮点拿下 包括了全国大南瓜比赛 办理农产直销站 辅导青年返乡务农 打造休闲农业 以及放款淋浴期 这些亮点拿下奖项 那这个奖项里面大概有几个 最主要的一个评审的一个内容 那第一个就是营运绩效与创新 第二的话就是我们的资产品质与风险管理 第三的话就是农业的发展贡献与特色 那淡水农会就是以五个亮点 获得一个最佳农业的金融奖的特优奖 那这个得来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说 过去对淡水农会支持了一些 我们的农友我们的客户 我们会继续在这个领域上 对农业跟金融方面 我们会继续努力来向前 为了树立金融同业楷模 促进金融业观摩学习 由台湾金融研训院与金管会等银行工会 共同主办的选拔活动 而农会不仅是以打造特色 拿下最佳农业金融奖特优奖 更凸显出淡水在地的农业特色 为淡水农会打造进步的里程碑 记者许多意义到许多设计放不到 这是金融机构 石碑